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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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精坦的所谓迷题》4 我最喜欢的中文书是中国历史的史记 《昆虫最狂王者》大头鸡 《怪物女本怪物球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什么方法 人山人海 因为我去玩的地方都会有很多人 我最喜欢做 Harry Potter 做阿拉丁 海洋公園 因为跟学校很近 西藏文 因为那里有世界第一封珠穆朗玛峰 海水上游圆 因为高射克斯 去日本 跟上富士山的美景 Hello 空校长 Hello Jennifer 你好 很多谢你今天抽空和我们做这个访问 我们知道湖江维多利亚学校 在香港成立了很多年 亦是香港第一间一条龙的IB学校 空校长你自己也是校长 亦是创伯人之一 可以和你讲一讲学校的历史 和你怎样创伴你这家学校的理念 挺方便的 因为我在美国当时 是读小学的教育 从幼稚园到六年班 我教了书 然后回到香港 我觉得我们当时已经有这间小学 不过是一间小小的小学 在现在的火龙文化馆那里 当时就觉得这个小学 其实家长也很支持 就是去这间的学校 虽然环境不是最宽敞 但是也有来的 我就开始想想 怎样可以去做一个课程 好像我以前在小学 在美国的模式 就是我的训练 我想怎样去做一个 建构性的一个学习 是用一个project那方面 最初我们就和几位老师 很努力去写课程 但是我想课程的话 我没有任何标准 亦都怎样去认可 因为你又不是加拿大 又不是美国 又不是不同的国家 于是乎我们觉得 IB也是一个好的模式 因为它是一个原意 IB也是给一些外交官 他们去不同的地方 有一个课程的框架 你自己可以有一个自由性 去选择你的课程内容 很有前瞻性 因为十几年IB就非常盛行 我们每一集都会请校长 带一至两个物件 去和我们分享一下 怎样代表到你教育的意义 今天你带了些什么给我们看呢 我就带了这个为主 它有一个鲨鱼 但这个就是魔方 即是我们的Rubic Cube 为什么我带这个魔方来呢 除了有我们的校份之外 我觉得这个魔方第一 多面的 我们小朋友是要全面的发展 要多元的发展 多面 我觉得魔方是要考小朋友的 逻辑的思维 是要他们去解难 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方面也是IB 即是要去探究 你要去发现问题 要去解决问题 接着你还要怎么面面 怎样做到一个完美 很多时候要有很多自己的思维 想 Logical Thinking 在这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代表 我们学校的学生 他们有很多方面的思考 他们的思辨能力要很高 解难力要很高 也都是觉得我会做得到 那个坚毅的精神 很多香港家长都觉得中文很重要 但是他们又想中文是学得轻松快乐的 也都觉得VSA这方面是做得很好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你的相语制度是怎样进行 还有怎样令学生 我看到普通话又说得很好 英文又说得很流利 那我们一天开始 已经是一个相语的一个学校 在我做训练的年代 那我们有些叫做全语文的训练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研究这方面的 怎样令到小朋友 在一个情景里面去学习这个语文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沉浸的一个环境是很重要 Immersion的环境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很多小组的 那当有双班主任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在做一个训练 即是探究货的时候 因为探究货其实在IB是重要的 比例差不多是占了一半 因为探究货里面是有语文在 探究货我们可能有中文的探究 也有英文的思维 但是喊究的那方面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中文先生就带中文 英文先生就带英文 一个老师一个语言的老式去进行 好像我们做传语文 现在我们去做 Teachers College 那个 reading and writing project 就是这个模式 它其实是不用教科书的 一般我由day one 为什么我要去用IB 我就不喜欢用教科书 我觉得教科书 你没有给到一个很open ended的 很开放的一个模式 当然我们有诗词 有诗词 也有诗词 也有的 我们也有这方面 自己做了一本 我要先生去很多的思考 不要看一个教师的教案 但是要有教学的技巧 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TC来说 它是全语文的 希望小朋友 用不同的书 然后我们怎么去教他寫作 怎样教他做一个readers workshop 我觉得先生在语文方面 是一个技巧的学习 看到你们除了语文 老师的培训 也很着重之外 另外一个理念 就是design thinking 就是那个设计思维 这个东西其实美国 推行了很多年 但你们这方面 除了在steam 科学层面有教之外 我看到你们这个元素 在很多不同的界别 和不同的学科 都有渗透的 那为什么你们 要这么推熟 这个design thinking 这个理念呢 design thinking 我最重要的 我觉得它的 empathy 那个同理心 是它第一步 就是有那个 共情的能力 我觉得现在做任何的 设计 任何的 设计 你都不只是想自己 而是想 是如何为人去做 就是为其他人去做 好像最近五年級 有一个exhibition 有一个成果展的 那成果展呢 其实呢 就是用了design thinking 那我们和这个持续发展目标 即是SDG GO 那十七个目标 是同学和这十七个目标有关的 那所以首先 他们就是 发现了十七个目标 可能在香港 就是那个 贫富问题是怎么样 或者是一个 环保海洋污染的问题 就是那方面 那同学首先 就是为何 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会怎样影响到我们 或者影响到其他人 跟着 他就再去做一个 就是 define 定义 就是在这个问题 是怎样的情况 八章 很快的 不知几分钟呢 他们写八个模式 怎样去解决 就是文写的ideas 就是那方面的出来 那跟着呢 先可以 是去做一个 原型的索造 他们是想到 有些什么 方法去解决 跟着最后 还要做一些 是可以 操作行动的 我先有个女孩 她们那个 手上面 有个牌 叫be friender 那除了be friender 还有没有其他的 角色可以玩的呢 他们 这个也是我们 都很多年前开始的 对了 prefect 就是监管小孩 就是那个 行为各方面 帮先生的手 be friender 这个就是 他如果见到有小朋友 是没有人跟他玩的 OK 在一个 playground 他的职责 就是去跟他一起玩的 所以 这个 在IP来说 我们很想 小朋友的协作 和人沟通 就是社交的skill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个就是be friender的原因 那 他们有训练的 他们有些训练 做be friender 然后 他就会去 或者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玩 或者你可以有什么游戏 可以跟他玩 或者带他去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 在各方面 我们要去包容很多不同的人 也都要包容很多的情况 就是 如何去做一个社交的发展 是重要的 是 孔校长 VSA的草舍 出名漂亮 对着海 今年又建了一个新的演艺中心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 有些什么的设施呢 现在我们这个位 就是一个 我们进去演艺中心之前 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想在这里 好像一个剧院的模式 可以在这里 art gallery 又有什么东西 大家集团在这里 看看先 然后再进去我们的演艺中心 这个是 还要有880人的一个座位 那我们还有一层纸 就是给IT的 我们的Innovation Hub 就是创新的中心 就是Maker Space 那些方面 在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家长launch 就是我们的家会 家长 各方面 Mingle 各方面 还有我们就重新翻新了两层的图书馆 另外就是有black box theater 黑盒的drama room art room 那些全部都移了在这栋大里 creative action service 就是我们在Cast 就是有creativity 有action 有service的东西 也希望在这里发生 我也很兴奋 因为这些小孩 是很参与在一起 和我们一起去想想 这个大林当时是怎么起发 问了很多意见 学校来说 我们希望在这里 专业一点的地方 让他们去表演 我希望我们的drama 也是一个很重的 就是creative arts 一个很重的元素 在IB 第六 第subject 6 全部都是这方面 希望这些小孩 在这方面 多方面发展 一个全人的发展 如果那些学生 一路升上去 升上去中学的时候 是不是一条龙 就直接进入中学 是的 我们会去M.Y.P. 然后我们由六年班 开始就是M.Y.P. 其实M.Y.P. 是一个最概念 concept driven 其实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学习不是知识 重要的是 反而是如何去明辨 那方面 所以在M.Y.P. 来说 他们真的不是用分数 是用criterion A B C D 就可能在某些 的criterion 例如数学 那不是数学 你做对的题 就代表你高分 就是在这个题 如何应用 在这方面 如果他达到这个 他的criterion 才是高分 我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现在的学习 其实你学了的知识 都要转移 就是你怎么 不是你要去 understand 然后你再去 transfer and then 如果你是去 explore 就是你inquire 你就可以去understand 我也想去国际学校 但是我想去那间 学校 是有考试的 分数 我是看得清楚 它的进度 那是如何令到 系统化些 令到家长都见到 学生的进度 但是同一时间 又是给到 学生的空间 去发展 挺方便的 那我们其实 平这些分数 那都是 老师 大家都会 互平的 就是有个integrator 这个是重要的 然后那些criterion 已经是 说了给学生听的 那我们最后 其实现在 九年班 十年班 我们都开始 给回 summative assessment 就是其中的 那个测验给他 是 因为我觉得 要给他们开始 有些认识的感觉 是 是 放在大科道经理 去做题目 但我们未必是 那些题目 是他们 就是要读出来 语文播那些 全部都是 陌生的文章 是给他们 看他们的分析能力 各方面 我觉得这个部分 都比 你知 IB来说 有五大技巧是重要的 第一个思考能力 那思考能力 你有一个创意思考 有明辨思考 就是那方面 还有反思的能力 最重要 现在我们是 做人是要 最重要是懂得 去反思 改变自己 那其实 你们怎么再加入 中国文化的元素 在学校 首先 你在文化开始 如果你先语文有 接着你有文化 你有文化 你有文化自信 觉得自己的文化好 你也会去学 其他的文化 就是inter culture 那方面 就是多元的文化 然后再扩展出去 就是看其他 你才会有一个包容的 一个 即是inter culture 那方面的understanding 其实在小学 一到四年班 就学弟子规 就是五年班开始 就学论语 我想我们 每一个星期 都要去背诵 那不只是背诵 他们是明白 那个 弟子规里面 我们是教什么 而都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失离很多古人 希望他们 那个高尚的品格 我们都要学习德育 那方面是很重要的 孔校长 我们拍了这么多集 今天是唯一一天 有机会 看到校长自己 亲身进去班房里教书 我听闻你还有教书 而且通常是教 wellness 这个题 那可不可以讲一讲 wellness是怎么教的呢 因为我做得低年班来说 用故事来教 是比较好些 而且有个角色 他们先和角色认同 接着可以讲回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顾客方面 我觉得 其实小孩的well being 很重要 我们有做了一个正念 所以你记得一个正念 如果你生气的时候怎么办 他说他会深呼吸 真的会示范给我深呼吸 两次 早上课前 都有这方面的 mindful thinking mindfulness 这个program 是给到学生 我觉得 尤其现在的小孩 他们的情绪的管理 真是重要 所以我变成 希望我们更多 去讲出来 他的情绪是怎么样 也有更多 去解决他的情绪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 我的课书就是这样去教 刚才有些学生都说 一、二年班不是很多功课 你平时是怎么样 测试他们的程度呢? 挺方便 我们觉得是重质 不应该重量 我觉得在一、二年班来说 我们其实也要重视 有小狭窄 让小孩觉得 不是去一年班 我就继续开心 是吧? 所以我们也有些 有些 有多些是游戏给他们 还有阅读很重要 我一直跟家长说 三年班以前 就是三年班是一个转类点 如果小孩喜欢阅读的 他这一世都会很喜欢阅读 这个很特别 是吧? 一年班是阅读点 还是三年班是阅读点 因为一年班 他还是要陪读的 但你由陪读 去到自己独立去阅读 这个阅读的名颁 其实是一、二年班才开始 他真的喜欢书 自己读到 享受这本书 不用爸爸妈妈 跟他说 我觉得这个时候 增加他的阅读量 是很重要的 因为到三年班之后 你知道很多不同的人 或者很多不同的东西 他们都希望做到 但我觉得如果这个可以做到的话 所以我们是很紧张 在一、二年班的阅读 所以我们是很紧张 金空校长 你们小一收心的进质是怎样的呢? 第一次就是小朋友 家长 一起有15分钟左右 去由校长 或者行政人员 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的人 去做这个体验 那我们就叫小朋友 准备一本书 或者他会讲个故事 给爸爸妈妈听 然后我们都在那里听 然后我们会问一下 故事里面的发展 各方面 然后再会有一些 题目问一下他一些情景 他会怎样做 然后就会跟父母说一下 即是交流 进去第二轮的程序 我们会请他来学校 那小朋友就会跟我们先生 是会在课堂里面 是一个小组的 大约是十到十二个人一组 那有个人钟头 一个小时左右 在课室里面 那先生会跟他们 是有故事讲 有很多一对一的对话 有很多他们玩游戏的机会 所以在那个钟头里面 就会有两个先生去做主导 两个先生去做观察 他们观察是想看到 什么的characteristics 小朋友很喜欢问问题 很喜欢听到指示 也跟先生那方面 有很多想象力 思辨能力 那方面我也会问他 有时会推出他的东西 或者画画 某些东西 就当他议他 THAT 和陌生人交流 真的要比较大幅 年轻的学生 很小的不是 例如一年班 他应该是 可以去出他的心境 或是我爱 м的 今天真的很多谢孔校长 帮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学校的教学理念 也见到学校有很多新的发展 多谢孔校长今天的时间 多谢Geneva 谢谢